哈喽大家好我是天国心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天国心解说三国杀1v1 这期视频呢就是上次不说上次吧就之前 我不是说过夏侯渊这个这个酱也是可以出场的吗 今天刚好刚好就是打素材然后打了一局 然后上了一下这个夏侯渊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好吧 那现在就开始这个素材 这个选酱的话这个酱面的话呢就是这六个酱里面除了这个甘妮以外的都不是特别的强 好吧甘妮之后就大概是马超了然后剩下几个都是那种比较刺点的 刘备的话就后手第一个比较好使 说实话你之后再用的话就只要你不是后手第一个你先手也不好使 你要是后手第二个第三个也不好使 所以说就是我可以抓刘备但他就不太适合抓了 然后我抓后我也不一定上 因为我这边有个关羽我觉得关羽的话不比刘备差的 就是作为一个后手将无论后手将一些手将来说 都都不比刘备差 而且他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刘备这个将估计这局就见不到了 因为他抓他也不会用 我抓了我也不会用 然后这边除了甘妮以外都不强 然后这些的话呢除了甘妮就是马超了 然后剩下的几个都差不多吧 张飞曹仁什么的基本上不会有人用 夏侯渊也是 那就看一下这个抓将 那我这边第一个选 我这边肯定是拿了这个甘妮对吧 那他这边的话呢就随便选吧 但我觉得呃就是我觉得张飞怎么说呢 我觉得张飞的这个优先级呢 不应该高于这个夏侯渊啊 说实话 因为夏侯渊呢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相对于发挥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价码 就是他的属性跟江飞是一样的 他也是一个多杀属性 但是呢张飞更依赖牌一点 但是夏侯渊可以不需要牌 就能出一张杀 而且还要多杀 对吧 那你张飞的话呢 就说张飞的话可能就是 你上来摸不到几个杀 你后面就会没有什么用 但是你夏侯渊的话 呃就是 你就算一开始手牌不太好 就是你还是能够出杀 甚至说你就算手牌不好 是一堆装备 你还是又可以用装备来出杀 呃对吧 所以我觉得夏侯渊这个优先级 应该比这个 这个张飞要高 所以如果他不想抓刘备的话呢 那也应该是 在曹仁和夏侯渊里面选一个 在夏侯渊和张飞这个 这个属性是相同的情况下呢 他不应该先抓张飞 啊 我是这么一个观点 啊 然后这边的话 那我这边就抓了刘备夏侯渊 因为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我也可以不抓刘备吧 但其实我就随便选了 因为我觉得 我还有一个点尾的是吧 我觉得我 点尾关于甘宁夏侯渊这四个将 怎么都够用 还有张辽 啊 我觉得张辽也是个 就是说比刘备要好的一个将 因为刘备这个将毫无主动能力 啊 没有主动能力的将 都是一些就是就是不适应大多数大多数局势的一个将啊 所以我觉得怎么抓都够用了 我就随便随便点了一个刘备吧 啊 然后其实真的话 呃 真的话 其实给他刘备没关系 但是我又怕呢 他明明不适合用 他给搞出来 结果碰巧遇到我干宁什么的 那就很烦之类的啊 我就把刘备抓走了 我觉得曹仁的话 这边我有一个干宁 一个张辽都可以克制这个啊 曹仁我觉得我压力不大的 我给他就给他 那那边这边先上将的话呢 我肯定是上这个关羽啊 因为这个点尾干宁的话 相对来说后手真的不太不太适合 那关羽的话呢 你找你出来 你肯定压别人一血嘛 对吧 这个是很很实在的一个一个一个手艺 那如果这边是一个三血将的话 那就那就收益就会更明显一点 而且关羽的话他不怕被别人破坏手牌嘛 我手牌再怎么样 我出个杀还是有的 是吧 再烂的牌我还是有杀 啊 所以我这边是先上这个关羽 那这边的话 他升上了一个大桥好吧 然后我看他上一个大桥呢 我这个手牌其实还是有点慌的 因为呢 你打大桥呢 最好就是保证你的这个血量啊 不要被压下来 他总有断断乐的那天 等到他断乐的那天呢 就是你进攻的时候 就是你不求 不求你 不求你 就是手牌一开手多好 怎么怎么样 因为你 你只要能够把你的血性给保住 那你后面都什么都有话说 那这边的话呢 他上来是一个乐 我看到他先乐 其实我还是有点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进攻牌 在结果他还是有一张杀 当然他有一张杀也是很正常的 他都他都无中了是吧 五张牌怎么可能没有一张杀 我当然说怎么可能 我只是一种大概率的一个说法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是 我这个流牌呢 是这么 因为我的武器 我的装备呢 这个首先 他对面有个青鸡剑 我就 我就那个什么 不求又有个拆 又得还把这个人王盾装上了 我觉得我没那个命 好吧 然后我这边人王盾就丢掉了 然后呢 灌尸斧呢 其实 怎么讲呢 其实我可以把灌尸斧留着 因为这个地方我应该丢错牌了 我不应该把灌尸斧弃掉的 我应该把这个杀弃掉 因为灌尸斧就是杀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弃牌呢 弃得不太好 但其实我就随手点的 因为 因为我觉得相对的说更重要的是 就是 一方面是要留下这个乐 因为这个乐的话呢 是一个 万一他乐不中的话 是 是你一个 你反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牌 另一个方面就是 没有必要留这个人王盾 所以 这个灌尸斧确实是可以留一下吧 但是 你要是考虑到 它是一张方片的 留的时候 不安全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说 这个其实并不重要好吧 就是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其实可以把灌尸斧留下来的 没有说一定要把它丢掉的一个原因 他这边的话 一个万剑 一个杀 对我这个压力压力很大 是吧 然后他这个乐也是中了 这个乐中了呢 终于手里就不要留这个 就不要留这些乐啊 什么的 其实乐的话倒是可以留啊 讲道理 其实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你要想留乐也可以 那你要想留闪也可以 我是想 我不想那么快死 我就让他多拖一会儿 就是既然我这个已经 这个 我的这个进攻的号角呢 肯定不可能是在关羽这里吹响了 我要吹响也是下个将在吹响了 我就想这关羽呢 能能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 那为什么不留陶呢 因为我不想让他顺走 对吧 你让顺走一张闪就是闪 最多也就是一张乐 但是这个陶呢 不仅是不仅是乐 他还是一个陶 对吧 他这个闪没有办法撑血线 他闪一多 他就得丢 是吧 但陶的话 他现在就可以吃回来 然后这个顺的话 也不想丢 也不想留了 就已经 我觉得这关羽就活不久了 好吧 我现在希望这个大桥呢 挤一点 用多一点牌 把我这个关羽给杀掉 这样他打我下一个将的时候呢 这个牌就不会剩很多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把决斗丢了 就像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话 那你还是留 进攻能力更强的一个牌 就说没有必要说防着 非要防着顺 然后说 哎 你顺我一个决斗不好吧 你顺个上巴好一点 是吧 那没有必要这样子 就是 你说不定他乐不中的 你一个决斗就能 就能给胡上去 是吧 这还是看个人风格的吧 那像这回合 我也没有留决斗了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无限可以防一手 对吧 那如果他断杀的话 我下一个合线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进攻了 这边他没有用杀 他用了一个决斗 是吧 那这里有个毒条啊 他手里是个无限的 这个我们知道 好 那这个地方 他把我杀死了 是吧 他把我杀死了 后 在我已经知道 对面手里有过 无限的一个情况下 我就很不想上这个 这个甘宁了 然后这个点尾的话 我不知道他除了 无限以外的那张牌 是不是乐 是吧 我觉得这边 我这边 只能上了一个下火渊 因为我觉得下火渊的话 打这个大桥呢 怎么说 首先我照他手里有张无限 他不是闪 对吧 就是说他最多只有一张闪 那么我 我在我骑手派总能有杀吧 对吧 我总能有杀 那下火渊就可以砍他两刀 就是一个神速的一刀 一个杀的一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他他一开始就没有杀的话 那么他下火很有可能被我砍死 然后他另外摸上来的两张牌呢 也很有可能是 是那什么 是 就是很有可能是 最后成为我的囊中之物 是吧 因为就是这个下火渊 有一个这个素姿 素姿你不知道什么东西 其实他就是这个曹丕的这个刑伤 是吧 是一回事 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 我的决定就是 就是上这个下火渊 我这边就想看看他到底有 怎么说呢 他如果没有闪的话 他可能下火渊就会死了 那如果他有闪的话呢 可能也就多撑一回合的事 那我到时候再考虑排序 那这边的话 他这边一个过外拆桥 是选择拆了我这个桃 说实话 我觉得 他这个过外拆桥呢 拆这个桃呢 并不是特别明智的一个选择 就是从结果上来看 他应该拆我这个杀 而不是拆我这个桃 因为这样的话 他可以少挨一刀 对吧 他手里那个牌不是无限 那么他拆我这个桃 不是不是闪 对吧 是无限 因为我也知道他是无限 所以说 他这个地方 拆我这个桃呢 就是他可能对他自己 这个宛容摸的牌呢 别有自信 是吧 因为我这两刀是明晃晃的 是肯定可以砍出来的 或者说呢 他认为我下回合 不会放到神速去砍他 所以所以这可能是他这个想法 所以他拆了我这个桃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大桥他这个将呢 他是一个能活多久 尽量活多久的一个将 就是他可能就是 就是没有那么稳吧 他这个选手的风格没有那么稳 所以他选择了我 就是这四张牌里价值最高的一张牌 去拆 因为过拆桥是看你手里的牌价值高 才是过拆桥这张牌的价值高不高 对吧 因为他没有想到 他如果被我打死的话 我过拆桥拆的 就是他下一个人的牌 那对他来说是非常致命 他没有想过这一点 所以说他 他就是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拆桥杀 当然我也有可能 就是就是什么 是吧 脑子一热就把别人逃拆了 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失误 是吧 也不排除他这个失误的可能 但是他确实是应该拆桥杀 好 那么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边直接 因为这个地方注意啊 我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用拆 我直接出杀呢 因为他这边是完全 就是 我知道他手里拍 有的牌是无限 然后那张牌呢 是刚摸上来的 而且也不是闪 对吧 那么我也就是说 看看这张牌杀的时候 会不会摸到闪 以及刚刚那张牌 有没有可能是桃 我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我觉得 我既然有素姿的这个技能呢 我就 我就可以赌一下 因为我 我赌不到的话呢 收益也不会说太低 但是因为 下午后我还可以再神速一刀 然后再把它杀掉 对吧 就是我 就说 因为我过拆呢 我肯定是撞到他那个无限 那么我必须得有两张拆 才能把他手里的一张位置 拆掉 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这边直接杀 我没有用这个 用这个过拆 因为如果我杀撞的话 这个无限也是我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就是 就说 只有他那张 应该这么讲 就只有他刚刚摸上来的那张牌是 是陶 才有可能 让我 这个不用这个过拆 是造成一个亏的一个收益 如果他刚刚摸上来的那张牌 不是陶 比如如果是闪 他已经用了 对吧 那如果不是陶的话呢 那么 我这 现在的拆也不会影响到 我现在这张杀的这个 这个杀中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我 我这个地方是不需要用拆的 因为我会 第一会撞到他的无限 因为我要用 我必须用两张 对吧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杀了 杀了的话呢 他这边宛容摸了一张牌 运行很好 不是 不是这个闪 不是闪不是陶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这些牌都是为我摸的 是吧 那这边的话呢 就很舒服了 我这边直接拿了一个无限 和一个冰凉 还有一个武器 这个杀其实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其实 我真的要出杀的话 我根本不摸牌 我就出杀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杀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另外的三张牌 那真的就是 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从一个 一个大猎势 从我关羽 只有一张牌 被这个大乔搞成那样子 就是我 我大乔 他那滴血 还是我关羽的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虎威震掉的 是吧 那个就相对于 我在关羽 在一张牌 没有出掉的情况下 我 我这种这么大的一个猎势 我最后变成了一个优势 我这边是六张牌 然后他这边 是四张牌 但是他有一个登场机 会打掉我一血 是吧 然后 然后 就是不说是烈士吧 就至少已经 完全没有 看不出 看不出烈士 不说是优势吧 至少完全看不出烈士了 那这边的话 他这个 他这个 就是从牌子 上看 那肯定是优势 但是从牌子数量上看 其实没有优势 那这边的话 我这边一个给我拆 给我拆 先拆 拆一个 对吧 拆个闪 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说 一下子把他们那个 另外一个拆 也用掉 是吧 我先把这个冰凉 给冰出去 然后挂上轻荷线 我这个拆也能存住 那我就存着 因为我是不存在 帕贝勒的 因为我不只是有一个 无邪的一个原因 更何况 我还有一个技能 不怕贝勒 所以我这个拆 我想用的时候 一定能用得掉 这个地方直接神速 然后我这边出杀 然后 这个过拆呢 我还是选择拆一手 就是说 其实这两张杀的 拆的价值呢 不是太大 因为你拆了以后呢 你可以 他可以保证 夏威和还能出一张杀 那我这个拆呢 就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那么 很大的一个收益 但我现在假设 比如说 他夏威和摸到的是两张 那个什么进攻牌 比如说一个难买 一个万剑 一个决斗之类的 那他有三杀牌 我可能就要死了 就是我这个无邪 防不住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我觉得我既然防不住的话 我能拆一张 就试一张吧 然后就 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用了这个拆 那如果你对他这个 牌的质量 没有那么 那么强细性 因为我没有记牌嘛 我 就是 有时候会记一下 然后 这局我是没有记牌 然后没记牌 我就 我就觉得 我怕死 我怕死 我觉得我能 死之前 软能把 把能花的钱都花了 是吧 就这种感觉 我就用了这个拆 其实是也可以不用的 这边判了一个南蛮 南蛮还是在的 对吧 那这边水烟呢 我把他无懈了 呃 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怕死的话 那我应该直接水烟气这个牌 然后用这个无限去挡他的 那个 那个什么 下一个下一个有可能是 那个 那个输出牌的一个可能 对吧 但是 但是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概率吧 就是我刚刚这么想的是 是觉得 就是 因为他接下来摸的牌 也不见得说一定会很好 所以说我也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留着这个拆的 啊 然后但这一局的话呢 这一轮的话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 如果我能保住我这个青鸭剑 我下一个核能直接出两刀 把他搞死 啊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我 这这轮的这一个 一个想法 那如果我 如果我非要把这个青鸭剑弃了 他没有超出那一刀的话 那我这个无限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下一个核 我可能只能砍出一刀 如果 如果我 我不神速 我摸牌的话 甚至可能一刀都砍不出 比如说摸不到杀这样子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选择 选择那个 是选择这个 但是他后来是一张桃 之后他吃了这个桃 那我这边还是选择杀了呢 我没有必要说 就是摸牌 真的 就是 因为我摸牌的话 我这边有个武器的 我摸了牌我也不会出 就我 我是 要不然我就是出那个杀 要不然我就是 呃 就是用这个武器 对吧 那我觉得 我觉得既然我能 稳稳地砍出两刀 为什么不砍出两刀呢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也能看出这个下火 下火渊的一个强大 我在完全没有牌的一个情况下 当然也是因为我放到神速子 才导致我完全没有牌 但说实话 你摸也不一定说一定能摸到张杀 对吧 而且你在 你在马昌面前 你闪的价值也不会很高 而且你摸 而且他刚 他刚刚是一个没有牌的情况 你摸到顺手 呃 拆什么也没有任何价值 完全不如杀一刀来的实在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体现出一个下火渊 这个发挥的一个 一个稳定性 啊 这就体现在 体现在这里了 那我这边我没有牌 我直接 直接还能砍他两刀 把他从两血砍到一血 是吧 那我这边就在我死了 我也不亏啊 因为我接下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人呢 是吧 我一个点尾和一个甘宁 我怎么打也总能 也不会说至于 也不至于是个烈士吧 因为我这个将的强度摆在这里 是吧 那如果我剩下将很弱的话 那我可能会 嗯 也不能说可能会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下火渊 很快要死了 是吧 我摸一张牌 摸过 摸过闪流 在手里 杀他一刀 他先我一个刀 判住着一个 一个铁锭是红的 那我不是很亏吗 嗯 这边的话 啊 刚好他摸了个顺 是吧 那就更证明 我刚才选择正确的 那现在的话呢 我就 我就没有选择神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呃 就是 他手里气了 因为他上位核没有出杀 对吧 他手里气了要顺手 那么也就是说 他 他的那手里那个牌呢 不是说 呃 就是 不是一个顺手 或者拆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是桃 他可以吃掉 他装备他会挂出来 然后留这个顺手的手里 所以说他手里的牌 不是顺 力量顺手或者拆 就一定是一个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没有必要说 拿我的 不摸牌的一个价值 去换他一张闪 因为我想杀他 我随手可以杀 但是 我知道这轮 我杀不中 那我为什么还要杀呢 对吧 就我这边的话 就选择了摸牌 啊 摸牌的话呢 他这边果然是一张闪 呃 然后呢 他把我这个闪顺走了 顺走了是吧 那我这边一样的嘛 刚刚说了 他是闪 我就摸牌 那我这边也摸牌 然后我这边再杀他一刀 运气也不错啊 摸一个桃一个杀 没有一张牌是废牌 也不能说 没有一张牌是废牌吧 因为你就算是一张装备牌 他也对下回忍员来说 也不是废牌 是吧 就是我这回合 虽然不能打出这个效果 但我下回合就能打出来 这边的话运气真的很好 一个难卖 一个杀 直接收走 那他 他自己这边牌 就是 就是他这里 杀不 他一般来说 你遇到一个人 他又没有杀你 然后他杀你 你杀他 他又没有那个 又没有那个闪的话 那他的手里多半 就是一个装备 这个小技巧 记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 他上了一个吕布 是吧 上个吕布的话 那我这边就是 一个杆尼来应战 因为我觉得的话 我点尾 呃 就是吕布 他他很吃杀嘛 对吧 那我这个杆尼呢 我虽然 我要 我就说 我没有闪的话 我也可以用我的那个拆 去把你的那个 那个手里的 那个蓄着的那个杀 来拆掉 那么相当于 你只能用你自己手里 就是你下尾盒 自己摸到的牌 来杀我 那么 就相当于是我用我手里 让黑牌提前去闪避了 你的下尾盒的一张杀 是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 就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甘尼 是不是甘尼 比点尾要好的一点 那点尾的话呢 如果你手里摸太多进攻牌的话 你可能会支撑不住 那如果你摸的 我这就是说 比如说你如果不是装备牌的话 那你不是装备牌的话 你点尾一个四血匠 在面对同样是四血匠 吕布面前 你的换血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甚至你还会被他打掉一些血 所以说点尾呢 并不适合打一些四血匠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这边上甘宁 效果不错 那这边的话呢 他有两张闪 对吧 他有两张闪的话呢 我其实 我其实就 就没有必要再拆他的闪了 他如果有一张闪 我可能会拆他的闪 然后会杀他 然后我把决斗留在手里 然后直到他的手里藏捏不住杀的时候 就是我会一点一点血打掉他嘛 对吧 那直到他手里捏不住杀的时候 我再去拆他的杀 然后再决斗 那这里他既然是有两张闪 而且有两张杀的话呢 那么我选择 把我手里的牌全部都给那个 拆掉 把他杀全部拆掉 一方面呢 是让我这个决斗命中 另一方面是 是让他杀不到我 这是有两个这个 这个功效在里面 我再说一遍 为什么我 我这次不拆他的闪 因为他有两张闪 如果他是一张闪的话呢 我会 我会拆他的闪杀他 然后接着 一点一点杀他 因为他没有闪嘛 他接下来每回合的闪 都会被我给拆掉 然后杀一刀 所以说 他会慢慢的捏不住 捏不住杀 对他 就比如说他有两张杀 和一张闪的时候 他会选择多弃一张杀 然后留一张杀一张闪 对吧 那如果他两血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这种情况下 我那个时候再拆他的杀 我就一张牌就可以拆掉了 我就可以再决斗他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决斗 就有个决斗呢 就能够 应用到个极致 那我这边的话 他既然 他既然是 他既然是两张闪 那我就不拆闪了 对吧 那我就拆他 拆你的杀就是了 功能刚才也说过了 一个是给自己带来安全 另一个是保证决斗命中 那这边的话 他我知道他要闪 我就没有必要再杀他了 这边的话 他是一个乐 云雪不错 乐到了我 那我乐到的话 我直接把闪弃了 对吧 一点用都没有 这一张闪 在旅门前算什么呀 直接丢掉 其实他这刀砍出来呢 再加个八卦 我是很慌的 因为他这边的话 相当于有三张防御牌了 三张防御牌的话 现在我和摸一张黑牌呢 我也是拆掉他所有的 然后杀他一刀 因为我这个杀只能是杀嘛 我这个红杀 只能是杀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是开运气了 开始 原本的话 我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但是他一个乐 再加上一个那什么 就加上一个这个 这个八卦阵 八卦阵又是我一张 必拆的牌 对吧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直接全部拆完 然后杀他一刀 你可能会问这个无蟹啊 要不要拿去 拿去拆啊 如果我这个血量 再高一点的话呢 我现在是凉血 对吧 如果这个血量呢 再高一点的话呢 我就可能会把这个无蟹 拿去拆 然后把这个杀留在手里 因为 因为无蟹呢 他在甘迪面前的话呢 黑牌呢 都是这个进攻牌 对吧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 但是就是可以当作过拆巧的牌 但是呢 他这个牌本身呢 他杀是进攻牌 防御属性相对的说弱一些 那无蟹就是一张防御牌 所以说 就进攻属性的无蟹 无蟹不是没有进攻属性 在别人有无蟹的时候 你的无蟹是有进攻属性的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是选择 我一个凉血 而且除了无蟹以外 我没有别的牌了 所以我选择留个无蟹 因为我的闪也没有用嘛 防不住 所以我觉得我 我假如能活着 就是在血量越低的情况下呢 甘霖的这个威力会越大 因为他能对对面 因为对面留的手牌会越少 你能拆到那个 更 就是价值更高的牌的 你拆到价值更高的牌是一点 那你这个价值更高的牌 带来的这个收益呢 会更大 就显得 因为你除了价值更高的牌 没有别的牌 没有别的有价值的牌了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就选择留了这个无蟹 那么还好 留了个无蟹 就是防了一手这个顺 如果我这边留杀的话 他可能就顺利着杀来砍我 那基本上这局就GG了 这个地方是这个吕布 这局打的很不好的一点 他把我这个闪拆了 说实话呢 就是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会拆这个账吧 他我不会拆这个闪 但是呢 当然从后面往后看的话 就会发现他拆这个闪 就他对这个结果意义是没有的 就没有这个影响了 就怎么说呢 因为他 因为他这一轮是没有出杀了 大家可以看 他这一轮是没有出杀了 那这一轮你没有出杀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下围盒 就说你除非说我下围盒能摸到一张闪 才能证明你拆这张闪的价值 对吧 因为我下围盒摸到闪 我把这个账包一挂出去 我这什么账吧 是不会占这个 这个手牌的位置的 而且我还可以拿来进攻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他拆这个闪 真的真的没有什么价值 就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肯定是拆这个账吧 这边的话先用杖八拆 先把无限给搞出来 那我肯定不会拿这个杀去拆的 对吧 那杖八的功能本身呢 就是让你把废牌变为杀 那我都已经有杀了 我还要杖八干什么 所以把这个杖八先拿去搞无限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注意 我为什么不用一张牌去拆一张牌去杀呢 因为我有一个连弩啊 那我一个杀 杀出一个闪来 和我和我那个拆掉一张闪 效果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是吧 而且甚至如果 我拿这个杀 直接杀和我拿这个杀 拿去拆的差别 唯一在哪 就是如果那个人手牌不是闪的话 那我原本可以杀死他 我却杀不死了 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直接杀 那他既然不是闪 那直接GG了 对吧 他就直接死了 那么这一期的这个 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讲了一下这个甘宁 这个在甘宁这个将这里呢 讲了一些这个拆牌的一些这个思路 然后在夏侯渊的那里呢 大概展示了一下这个这个武将的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使用的一个方法吧 还是说怎么样 他这个优点呢 我相信呢 在这期视频里面也能看得出来了 当然也是因为那个大桥呢 其实就是他他他也没有闪 对吧 他闪都拿来乐了 但是也是因为我这个关羽呢 拖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就是这个夏侯渊的 他确实是一个有一个翻牌 那个属性在里面 因为如果对面没有那个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进攻牌的话呢 他是可以 就是可以 比如说你有无限 我可以跳过 我知道 就特别是 我知道你手里有无限的一个情况 而不只是说这个大桥 就是他也可以摸牌 对吧 那就算你没有摸牌的话 我夏侯渊这里给你两刀 我照样可以拿到你的那张无限 对吧 就是说我这个 夏侯渊呢 他这个可以跳过别人的这个 出无限的 使用保留自己手里的一个锦囊 然后不仅 让对面的无限用不出来 而且还能把这个无限拿到手里 这个是夏侯渊一个 就是我觉得 就是至少在 他这个技能的一个优点吧 对吧 因为我 而且我又可以 而且多杀 对吧 多杀 而且是稳定的多杀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1v1的这个降面里面 你说一局里面稳定多杀的 能有几个降 就没有几个降 就是 就是你说点尾应该算是其中之一 对吧 就是 就是首先考虑 你手里有杀的一个情况 才会讨论稳定多杀 是吧 那就是夏侯渊是一个 然后就是点尾 其他就是能够有多杀属性的这个 这个降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稀缺的 就是你要说还盖的话呢 甚至也是靠一些运气的 就没有说纯靠技能的一个稳定 但是夏侯渊和点尾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夏侯渊的话呢 就是 他还有一个翻盘那个手性在里面 他不像点尾那样 只能无脑 无脑拼命 就是不能说无脑拼命吧 就是点尾他这个降的 他这个 他这个优点在于 无脑拼命一定是赚的 就是 就是 他更考验的是一个 你上他这个降的时机 那如果说你上的时候 本来就是亏的话 你跟他拼命 那你当然不赚 对吧 但是你无脑拼命 是点尾这个降最好的玩法 应该这么讲 所以说 就是点尾他这个 夏侯渊有这个点尾 没有的这么一个属性 当然缺点就是 当然缺点还是有的 就是夏侯渊呢 我这么说他也不是说 把他吹的 有多强多强是吧 就是那比如说 对面来个八关战 你这夏侯渊怎么办 是吧 但是但是还有个好处 他可以破人望盾的 夏侯渊 是吧 那么就是 大概就是这些了 夏侯渊呢 他也不算是一个 特别强的一个 一个将 但是 但是在一些 特别需要的一个环境下 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一些需要爆发的 一个环境 这个夏侯渊的话 他这个用处会比较大一些 而且有翻盘的一个属性 在里面 因为他这个素质 那你曹丕的这个 刑商的翻盘属性 就不说了 是吧 那夏侯渊这个素质 一样的效果嘛 对吧 好了 那这期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就大概就讲了夏侯渊和这个甘宁的这个 这个一些一些东西 一些细节吧 那 然后最后再讲一下 这个就是 我原本是想着 我这个视频呢 做着做着 总会有人给我投稿的嘛 对吧 总会有人喜欢玩 1v1的人 虽然我知道肯定很少 但我觉得能有一个人 给我每星期就投一则录像 这可以了 对吧 就是说我不会说 一定要把自己打的 就是怎么怎么样的 我就更多的是 希望跟大家一个交流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是怎么打的 然后换成我 我可能会怎么打 就之类的 就是这样一个交流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想错了 我就 根本就没有人给我投稿 然后 然后就是 怎么说呢 然后我现在花的 之前我讲过 然后我现在花的这个时间 也没有花在三国杀上面 然后我现在都是 每周要出视频了 我就去打几局 然后选出 比较好的一局来 来录一下 然后有些时候 那也是看运气的吧 那就是如果没打出来的话 可能 录像这样就不高了 对吧 就是大概就这样子 现在的话就是 每天不是写 在写论文 就是在 打英雄联盟 然后 就是打三国杀时间 就不太多 所以还真的希望 大家能给我 这个投稿 好吧 就是 我也不需要那种一穿三的那种录像 那种录像没有意思 你看我的录像没有给你看那种一穿三的 是吧 就是 就是 就是希望能够交流一下嘛 就是你们 就是打 像你觉得打得不好的话呢 我就到时候把这个名字 就是名字弹出来之前 就是这个名字弹出来之前 我给你打 打码打 不是 不是打码 就是给你掐掉就行了 在这之前就掐掉就行了 对吧 所以说就是 希望大家给我投稿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我这个视频呢 制作下去的话 也需要 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把 好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行 谢谢大家